不可能不发视频了 好想你爱你早说嘛 说发就发 好我们直接看问题啊 简直早上空腹有氧 还是裂后有氧掉的肌肉少一点 你能问出这种问题 我只能说你有东西啊 不会是经常看我视频的 这个问题就很经典 今天大家捋一下 空腹和裂后这所谓的两大黄金燃脂时段 首先这个空腹有氧的不一定是在早上啊 原则上只要你八小时以上没有吃东西 就算是空腹了 比如你中午12点吃午饭 然后晚饭没吃直接就去运动了 这也叫空腹运动 好处就是说空腹血糖偏低的时候 身体会抽取更多的脂肪来供应 我做不做空腹有氧呢 肯定做不做想干什么 我现在一般是去打篮球啊 在娱乐中介绍 哦对了兄弟们 熊猫蛋白粉丝游游活动来了 三代一公斤装 套手450元 推荐大家北海道牛奶可为好喝 游游原价150 现在下方链接125 每天三粒记得随餐吃吸收更好 什么作用我就不说了 反正牛逼 裂后有氧 对于简直来说 其实没有特别的优势 充其量就是个方便 当然坊间可能流传什么皮质醇啦 糖原分解啦 会促进减脂啊 是不对的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当你的力量训练和 练后有氧用的是同一个部位 比如练完下肢之后 腿部的鸡糖原消耗了一部分 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做有氧 爬坡爬楼梯这种 而且长度还比较高的话 那么随着腿部 糖原的进一步减少 就可能会增加腿部 肌肉的流失 那我做不做练后有氧 做呀不做想干什么 在煎熬中简直啊 不管是空腹还是练后 还是空腹的练后 只要你的优氧强度 保持在中低时间 不要太久 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不用担心 咬肌肉的问题 相比之下呢 长期的低碳水饮食 才是让你掉肌肉的大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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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